来自南方都市报播报 6月26号上午 曾在东莞图书馆流言的农民工吴桂春 通过了东莞市光大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面试 将在东莞图书馆不远的南城一小区里 从事绿化养护工作 这意味他可以继续留在东莞工作 在东莞图书馆读书了 6月24号上午 吴桂春一失业本准备回乡 离开前特意前往东莞图书馆退还读者证 临走前工作人员希望这位在管读书 12年的老读者为图书馆留下寄语 想起这些年的生活 最好的地方就是图书馆了 130余字的留言瞬间感动全网